一层这一块 你如果定成死的话 你一层这个这块怎么办 全算交通面积 全算休息区 休息区那不就算交通面积了吗 你按交通面积就算你休息区 对吧你多说这块怎么办 你二层吧 你说我我把它抠了没楼板了 那这块面积倒不算了 你交通面积是个廊盗 你一层怎么办 交通面积首先不允许啊 不允许那么多啊 那说明你下面不能做交通面积 你还是得作为展进区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下面一层就多了 那也不行 不封闭也不行 一层肯定要算面积的 什么架空 什么架空 一层就该放什么放什么 你如果展进的话 作为大型展间 那可能还需要大空间呢 大型展区的话 大型展间 你总共 总高9米 你一层高 可能不高 也就4米多 4米多 你如果加上掉顶啊 加上可能一层 每层层高都没多少 如果是大型展间的话 你想看有多少 那肯定是 要不然的话 你肯定按展厅去算它的面积 你不可能用交通 用交通去全球它的面积 你这样的话 交通就算了 就麻烦了 你考到这些 你只要想清楚 为什么这一块是缩 不是阔就行了 好 那么这是H 再看B区 B区相对来说 空间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它绝大多数 它都是小空间了 可以一个个小房间 这样的话呢 空间组织上来说 一个中央联系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这个呢 也不算了 最后得出结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同样取它的跨度 这个跨究竟多少跨 它的近身 它的就这个方面 也是根据它的面积 最后全能出来 差不多的 跟H刚好 差不多相对 也是 1234567890 也是13跨 这边的是7米2 7米2 中间给的内浪2米4 差不多可以 我们前面的柱网 我们按这种方式 这边小空间 好确定 然后呢 这大柱网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大的柱网区内 划分空间 再看 还是看H H呢 还是依据前面 对于功能分区的认知 从大厅着手 就是公共空间 也是主要空间 也是我们这个设计里面的特殊的空间 就先抓这个主要矛盾 那么根据分析得出 大厅占三开间为一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是说的 就这一块 我们先把这个解决掉 两边各五开间 其中创作研究部分 对功能布局整体影响比较大 创作研究部分 因为它都是小空间 空间比较散 那么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呢 还要考虑到它的景观要求 所以我们考虑放一层的东侧 其中较特殊的房间呢 有一个300平米的一个影响金 因为空间形态特殊 在我们这个中央期 你们看 能不能有效纳入进去 能不能纳进去 你觉得这里面不至于在哪 差一个300平米的影响金比较合适 你考虑后发现这样的你硬塞不好塞 那么在这种不好塞情况下 功能又比较相对独立 而且呢 它要求还要考虑到能够独立对外使用 是不是这样 所以的话呢 对于这块300平米的影响金 我们就单独把它甩出来做 单独甩出来做 那么呢 就看这个位置放来哪 而比较合适呢 它的位置首先应该是进研究部分的 对吧 因为它研究部分在要求上 功能上它是一起进研究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位置啊 你们经过研究推算过以后 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在哪 在总平面回到回到哪 回到总平面拥机布局的那张草稿纸上 你看 总面布局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 你看这块如果拉出来一块 放哪比较合适 最后决定放哪 放这可能比较合适 因为这两边已经没有空间了 我们当时考虑这块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消防车道 可能还有一个绿地 放这不能合适 放这 为什么放这 因为 你这前面这块什么 广场 是吧 方便于它的独立的疏散 是不是这样 它好用 你使用这可能不好用 再说这个基地上可能也有限制 还有一个呢 从大的空间形态上 回到一开始 我们是为了满足那个 最后设下的福利 可记得我们说 人流是从 东边来的吧 怎么样迎合人流呢 我往从人的识别心理上来说 一个这样的形态 是不是对于人流 有一种 一种迎合的一种效应 主人口在这 是否有一种迎合的 那种心理效应 你如果人 我们当时考虑 如果假如我们派出 主人流从这个方案来 你这样一摆就麻烦了 为什么 你望着人 人看不到你的主人口 你给这玩意打住了 那就糟糕了 那可能很多都要变了 那至于这种情况下 那怎么办 那我们如果这边不好摆 你只能甩到跟它并列 这样的如果一摆的话 你整体就要进行变化了 你这个地方如果是一缩 那你这个精神就要扩大 那很多又要重新调整 所以说前期才显示出 我们判断主人流的重要性 我们当时判断一个迎合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这样这种形态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就确定 这块是可以有空间余地 能容纳这个功能 相对于独立的空间器 放哪中间 放哪中间 你说放哪中间 放这中间 放这中间 你这给谁用 那任务书上有一条 你看了没 我叫你特别注意了 我叫你特别注意了 考虑单独对外使用 什么意思 对呀 为什么不影响 你人流从哪进 你那么多人流从哪进 为什么不影响 你说放这里 放这里 从哪开门 从这边开过来 从这边 这边有路吗 那你说 我从消防通道里过 可以吗 你说呢 你说呢 就算可以 你这玩意 需不需要人流击散 你要不要给他 绿油空间 相对于这块 本来就有一个 主广场在这 你说哪个好 或者说 哪个优化 或者说哪一个 可以把简单问题 复杂 把复杂问题 简单化 设计 一定要注意 能从这点到这儿的 尽量这样做 你别这么做 就是说一个问题 尽量要把它复杂 一定要把它简单化 像我这种处理 两大块 扎开 给大家传在一个深层的理念 就是要把复杂问题 简单化 如果你复杂问题 把它复杂化 我这想多了 你揉进旋 那你就有个揉 你再好好琢磨 那么呢 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要这么步的话 你这两个之间怎么接 是个问题 这个接其实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在空间手法上不复杂 就是用一个过厅 去衔接它就可以了 但至于这个衔接怎么处理 在具体平面上怎么处理 我们还要有个练习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块 而且这块需要调整的 因为一层的这一块 是功能空间比较复杂的 好 现在我们 时间上已经不多了 我们去继续讲 你们有时间可以上 我们这个群 把这个下来 把这课堂练习 这个下来 就是这个 就这个群 就是这个 默示这个群 这个群里面 我上传了一个 课堂练习 把这下打下来 好吧 好 这个是呢 我们判断的是 群里厅那一块 而就不是群里厅 就是报告厅 三百平米讲演厅这一块 和主体的功能之间 怎么个位置关系 对位关系和衔接 再有一个呢 就是研究创作部分 我们作为一层中部的下面几个区域吧 我们一层 我们就在这张图上看吧 研究创作部分 研究创作部分是这一块 一层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的话呢 应该设置一个单独的出口 应该设置一个单独的出口 放哪 放这边 对吧 也便于二层上面的疏散 就放这个区域 那么呢 此区房间啊 都是划分出比较小的空间 所以的话呢 也正是由于如此呢 我们考虑的是小空间啊 往下摆 从结构数据上来说呢 可能更合理一些 那么在A区总近深 42米时 中心区域啊 势必形成黑房间 A区总近深 就这儿 就我们刚这边讨论过了 现在讨论的是这边 是吧 总经深认证说 1212加18 42米这边怎么办 所以研究创这一块 中间肯定也要开辟的什么东西 才不至于里面有黑房间 又因为创作区啊 与楼上的陈列区 功能独立 这两个功能是独立的 能否开这样的一个中庭 进行空间上的渗透和对接 可能就不能 你不能跟这一块套 那这种情况下又需要 避免这种黑房间的出现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用开停列的方式去做 开停列和 这个区别在哪呢 中间这个门厅 这玩意不要说了 这边是一个主楼梯 这边肯定要一个中庭 所谓的中庭呢就是呢 这是 这是扶手啊 这个红色的 结构楼板 这是通的 我们叫中庭 那么庭院是什么意思呢 庭院就这意思 就玩意 闭上 这个是和天通的 这叫庭院 这是封死的 区别就在这 因为这边功能都是展厅嘛 功能一致 空间渗透性 我们需要 你也可以在后续考虑的时候 需不需要在这地方再加一步 比如说 一步贴是吧 把这中间这个给它激活起来 流线更顺畅 这是下一步考虑的 那么在这里面的功能上上下 关联性不大 那我们可能这种方式进行分割 但是呢 又需要有这样的光线 要能进来到这边房间里去 那可能就需要有个这样的东西 那最后呢 还要分析一下什么呢 就是这 这边的考虑的 从空间上 从铺面和平面上 我们去推敲 然后呢 还要考虑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还有一些区域 就这个H啊 还有一些功能用法 比如说像什么呢 像展具啊 大厅部分 还有保安 办公监控啊 这些 有的呢 可以在大厅前区 或者是后区部 那么还有一些像 比如说咖啡座 画电这一类的 那么一层呢 以交通为主 流线比较多 所以咖啡厅这类的空间的话呢 画电什么 可以摆到二楼去 那比如说 我们一层这一块 这三块 是吧 我们可能是这个地方 我们做交通 是吧 然后呢 后面这个地方 我们做是卫生间啊 什么这一类的 其包什么东西 要通到后面去的话 这边可能还有后厅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的话后面还有个 还有个廊道 跟后面必须接啊 那前面呢 是什么 可能是大门厅 然后再来一个保安什么的 值班 估计差不多了 摆不了咖啡这些 咖啡这些 而且是比较静态一些的 那这边门口人很多 人流很多 可能不适合摆 那如果摆到上面去 哎 刚好这地方空出了 个公共区 刚好可能就适合摆一些 咖啡啊 画电啊 那么这边后面去可能是适合摆一些什么个展居啊 什么这一类的 刚好这边都是展览空间 还有一个就是大属于大清部分的 还有一个什么就大小贵宾室 应该放在哪 那么这一点的话 大小贵宾室就是这个东西 大贵宾八十小贵宾四十 还有这两个 这两个东西应该放在哪 你要看到这个贵宾是给谁用的 贵宾是指什么贵宾 这贵宾干嘛来 干嘛来了 那么这个贵宾的话 如果你仔细考虑一下 可能会想到这种贵宾啊 可能和什么有关啊 可能和要请他去做个演讲啊 请他去做个什么研究交流啊 请他铺张桌子 画张画 灰壳泼墨 可能有关 那么这样的话呢 自然而然上这一部分 既然属于大厅的 那么这一部分的工程区 也应当怎么样 靠近 就是创作研究的这一块步 是不是这样了 这个就是H 我们基本上就分析完毕了 那再看B取 后勤啊 等你最后算出来以后呢 后勤 在这地方 我们算出来 根据这个面积 和这个我们这个机构网 算出来以后 它大概是占六个开间 至于一楼的东部 后勤 六开间 可能是一二三四五六六开间 至于一楼东部 这是东 放这 收藏画库呢 放在二楼 垂直交通和卫生服务用方 应在一楼门厅处 进B区的中部附近 那就是在这一块 这一块 形成公共区 这个公共区呢 也和H这边 先接 而且还考虑到疏散 我们说这两头 可能都需要有疏散器 行政办公用房不多 那么根据在新走道 进端布置 那么 房进端房间至楼梯口 这个是多少呢 这是低层的 是吧 22不是20 如果能满足这个22的话 那这块可能就不需要了 如果没满足22 对不起 这地方还要加一步 书散题 那么呢 就根据你算过这个行政办公以后 发现在三开间之内 不超过22 因为你是7.2嘛 乘以3 23得6 21点 也就是说你这边 大概三个开间 最多也是只能到三个开间 如果超四开间了 你这地方就要 过这个题了 有三开间之内 可以这边不加速 这个呢 是B区的 大概的一些关系 你们B区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一些 划分到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就是 又到下一个环节 就是在 结构网格与功能划分的互动 就这一块 其实我们前面所做的文章 就是在于一个互动 就这个呢 互动 并且在结构网格中 进行面积的加减 这个加减是干嘛呢 是往往是什么 为了造型的需要 也有面积指标的要求 那么呢 增加个别房间的面积 在不影响大的功能关系的情况下 这是允许的 也可以对网格进行局部的挪移 这也是可以 好 那我们再看 第四个 这上第五 这上第五个了吧 方案的推敲和深化 前面呢 那我们根据它的面积指标的要求 根据大型体量的判断 我们呢 在我们的网格里 基本上把我们所需要的空间面积 基本上纳入进去 现在呢 我们要重新回过来的图来 调整一下我们这个结构 是否合理 我们看这个 这个基本上问题 主要看这个 这个你说有没有问题 这怎么把它削到里面去 就是把这个削掉 就把先上面这种 把这个 这个是吧 我帮你看上面去 这个有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根据前面判断 有些地方 是我们已经得出有个结论了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庭 对吧 这个中庭呢 假如说我们是在这一块 我们不一定要画大 就这一块 中庭 我们中间留两个 所以交通或者做其他 这三块是 是是门厅那块 不能弄它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可能还要有一个什么 内院一类的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分析大概差不多 如果是成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看这个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里面 有好几处结构要动 你们看动哪儿比较合适 动哪儿比较合适 哪地方要加 所谓的动就要加柱子 说白就要加柱子 首先我们第一眼看 就这太多了 太大了 对吧 太大了 那中间肯定要加柱子 问题是柱子怎么加 这个柱子 是不是这样加 是不是这么加 就是把这两排加满 是不是 其实真正说起的 这18里 也不算太多 也不算太长 是吧 有没有必要加成这样 这样告诉你们 可以是没有必要的 对吧 既然这么问了 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 在哪些地方 建议座可能更好呢 比如说这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说是 这个地方我们说是 怎么办 怎么加柱子 你看啊 我们是不是只要扎这些柱子 在结构上 是不是就可以合理一些 我在哪家呢 把这 这再搞大一点吧 看啊 这加 我摘一个 这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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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理解为什么吗 我 然后呢 我在 我在 我在这 再一个 在这再一个 然后在这再一个 在这再一个 我们看着为什么吗 然后再继续看 再摘 我这边再看我这边变了 主要就是中间这一块 是吧 大家都是聪明的 我一点大家就应该知道了 不需要解释 然后再摘 再摘什么 看好 好 就加这么多柱子 差不多就够了 如果是考虑到 假如说 假如说这边是 这边和后面必须行间 假如在这吧 这边和 那个叫什么 报告厅行间 假如是在这的话 OK 柱子修饰结束了 好 我解释一下 在几个关键点下柱子 改善结构受力 和减小跨度 哪几个关键点 这是不是关键点 是吧 然后从刚度上来讲 要均衡吧 所以这边我也要加 但这边加 还有一个意义 什么意思 从大的功能分区上来说 这边是门厅区 这边是斩区 这两个柱子 是不是有把这两个区划分 出来的一个功能作用 如果说从结构上这么大 然后我把这个柱子 外面再包粗一点 这两个柱子 马上成为一个空间界限了 是不是这样 是吧 那么这块 为什么不这么加 我站到这空间来的呢 因为这边是小空间 这边大空间 而且的话 相对于这样加来说 这样加住 加一排中柱 显然是更合理一些 但是为什么这不加中柱呢 对 对 对 这边小空间 所以加中柱 最合理的又是这种方式 所以站到这 这边刚好救命 更加均衡 至于这为什么加了一排栏柱 加这黄树就不用说了 摄风 摄风就太长了 中间摄风 那为什么在这一段摄呢 对 对 对 为什么在这摄呢 连接起处肯定是 结构肯定断开 尤其是 可能桥啊 廊啊 连接地方 结构坐到这 这结构基本完整就差不多了 其实完善结构 也就H需要完成这几步 大家以后再做类似于这样的时候 怎么完善注据 完善注结构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几个关键地方 加注就可以了 不需要一排加浪特 好吧 这个就是 在结构方面的完善 考虑哪些 考虑了一个结构刚度的均衡性 考虑了摄风 好 同时这个摄风 又考虑了防武并居 什么的 全切掉 结合再一块考虑 是不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想在锦上添花一点 我们要突出主入口 往往什么做法呢 要不就把这个主入口怎么样 突出一点 要不呢 就凹进去一点 是吧 如果我们按凹进去一点算的话 假如说我们凹进在这 好 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加一点柱子 用一平衡 就加哪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呢 把这两个柱子 去掉 就OK了 这样的话呢 你逐入口 退进一些 同时你这个平台 可以扩大一些 利用二层上面挑出来 我们刚好做雨棚什么的 这个入口是 自然雨 同时呢 又可以借钱你 关于这一块的 是吧 交通面积 好 这个呢 是关于结构方面 调整 第二个 要检查各房间的功能 是否完善 好 我们把 课堂练习打开 我呢 给大家排了一个 关于我们创作区这一块的 刚好这五块呢 12345 这五块的布局 包括这报告信 这里面呢 真这么做 其实也行 但是呢 我们说要调整 要完善它 可能就有问题了 大家看怎么样把它调整完善 这个呢 看来今天来不及了 今天呢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作业 好不好 就丢给大家 丢给大家 下一次课一来 我们先说这个 下一次课课课前的话 希望大同学们 能够把你们的方案 做两个 然后呢 打个包传给我们 我们刚开始上来的时候 我们先看同学的方案 看你是怎么调整这块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参考答案 是怎么做 好不好 我们看这一块 创作 画史 活动史 研究史 这般 文厅 图书 图书室 大贵宾 休息 报告厅 这个区 结合我们的任务书 看怎么调整 好吧 我同学问这个量柱啊 尺寸怎么调的比例 什么比例 量柱比例 怎么算 你同学问了 量柱怎么算 量柱是什么比例 他应该问的不是比例 量柱应该是 他应该是 可能是这个 这个中文华应该是问是 量柱是什么尺寸吧 是不是意思 量柱什么比例 这怎么理解 什么三比一什么意思 那个是怎么算的呢 那个是这样的 那个呢 不同的结构啊 量的柱高 不一样 和跨度不一样 现在一般情况下的话呢 是定多少 是一般框架结构 是定 1比14到1比18 过去呢 是1比12到1比14算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如果你跨度14米 跨度14米 跨度14米的话 你量高可能就要定到1米 如果你过去跨度小 因为过去那个结构啊 材料各方面可能是 受力各方面算比较局限性 所以算的比较保守 偏保守 我们国家这块算的比较保守 算到1比12 就是你跨度到12的话 你量高就要1米 1米快 1米高的量 现在的很多的 结构是技术上比较完善了以后 现在更多都用到这个了 就是1比18了 就是跨度18米 可以这样 但一般情况下的话 我们的量定好了 一般情况下 绝大多数建立的量高600 很大一点的 定到700就不得了了 一般情况下 办公建筑的话 450到500 450到600吧 这个值间用的很多 这画剖面的时候 能够体验出来 大概知道一个情况就行 好 我们今天的可差不多就到这了 好吧 方大数小 你还没明白吗 你们呢 好了 我把这再 再进我所能 再解释一下吧 你那1000怎么算的 36 这是多少 28 这是实体 里面没有带 没有带交通 是吧 现在你把它铺开了 你把它铺开了以后 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 你上下都一样的吧 对吧 假如看 这个是二层 这是一层 拖开的话 你说二层这块 你做个中停 不错 这个能抠掉的 不算了 对吧 我们交通面积 尽量要节约吧 因为交通面积有限 没有那么多 交通面积要节约 那么这样的话 我这样一口 这个不算交通面积 没楼板了 抠掉了吗 那么这个走廊你没办法的 肯定是算交通面积的 对吧 那你这一块 怎么办 你是作为交通面积算的 还是作为展厅算的 是不是 是不是考虑 这块 你不好判断吧 究竟是 那没有关系 那我要做展区的话 我这地方按线 这让走 然后这个地方 我可以足利展区吗 怎么不行 怎么不行 你这个要看你具体平面怎么做 但从原则上来说 交通面积尽量减小 你不能扑大 是不是这样 那你这是二层楼板抠了 你一层的话 你这就没有楼板了 你上面两层还要通着的 你这块都是地面 室内 你这块怎么办 你肯定要算到什么 算到交通面积里 而不是算到交通面积 算到展厅面积里 你这样的话 你一层这块就大了 就多了 如果你这地方 你28扣14 你还按14算的话 你这地方又加了展厅面积 你觉得多少 你抄底抄多少 这是因为这样 你这地方加了一部分 这个面积也算到了展厅里面 所以这两块要缩 是这样的 是这样缺衡的 个人这样说 个人理解了 个人理解了吧 哪一个二楼 哪一个二楼 那如果再详细抠的话 那你就是这伸入到具体的那个 那就根据 那就根据了铸网 一个铸网不是50吗 让你根据抠口看 然后你再确定这一块 究竟应该算哪一段面积上 什么 庭院 庭院不一定不进去 也可能进去 庭院应该算交通 或者算室外 或者算室外了 路天就不算 或者算室外了 就不算是检浏面积了 就不算了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哪一个 那你展厅那块 如果你做 你做个庭院庭院的话 你上下功能空间 不就不连续了吗 所以说你那块的话 应该是作为中庭考虑 所以下面那块面积 还要用上吗 就这样 对呀 要四块 任务书上要求 要有四块 好吧 这个呢 大家回去还要好好考虑考虑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 然后这个呢 告诉大家以后 你啊 今天已经分析差不多了 你看根据这个分析啊 你能不能去摆一摆 其实这个都有了 但是现在不好给你看 看了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好吧 包括总平面这个 再暂时先不放看 我把这个呢 放到下一次课再去 那个下 今天回去的就是第一个 把那个平面完善一下 然后另外呢 最好能够把这个平面图 再做一下 好吧 这样的话呢 你们就用CID去做 这样呢 一般就训练CID了 就训练这个 因为今天说的都是分析 是过程分析 具体一步怎么操作的话呢 看你们敲准一下 因为大的难点的东西 基本上都解决掉了 把这些吧 就是放到那一参考栏 这些放到下一次吧 下一次就是9月1号了 行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 好 好